都會把它放在Porto的最新消息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個禮拜這邊就有了 然後會把它錄影放在我們的YouTube上方 總共有7段影片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基本上就是這7段影片 其中的話就是說我們可以製作出 利用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快速的把台電各縣市的用電狀況 把它做一個統計分析 大概是這樣的 那當然你可以在細部 比如說你覺得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再針對某一個行政區 比如說哪一區去做那個統計 可以啊 那你就不要用那個縣市了 只是說你可以用規則可能就是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至於怎麼修改 我想細部可以自己再想想看 那當然這個開放資料網路上太多 因為政府現在網路上有幾萬種開放資料 所以未來這個其實是一個還蠻大的市場 而且將來你們如果要做報告的話 其實可以從這裡有很多現成的資料 但前提可能就是說你可以針對你比較有興趣的資料 再去了解 不過其中有一個就是像中華郵政 其實我們有兩段程式 那兩段程式 我是請各位用複製貼上的 然後可以run 但是未來可能你們在工作上一定會遇到很多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你不會寫程式 那你就要土法煉綱 可是如果你要土法煉綱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花時間的 變成你要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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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那可能你要一直重複做很多遍 那如果這個資料假如會變動 那變成你要重新下載 然後重新再來一次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現在很多職場上 很多人不會寫程式 可是他每天就是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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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所以你看到他鍵盤最容易壞掉的話 就是Ctrl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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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都已經磨到都沒有顏色 所以你去看那缸鍵上面 這兩個按鍵如果被磨損很厲害 表示一定不會寫程式 那如果會寫程式的人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 Cons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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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當然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會找那個 相對會有點程式概念的人 至少啦,你不要說一定要回寫程式,但至少你要懂吧 就像說現在其實台灣能夠賺外匯最多的還是像那種科技業或半導體業 半導體我前面講過,至少它GDP至少佔一半以上 也就是說如果台灣沒有半導體,那台灣基本上大概等於整個經濟就垮掉了 但是你說半導體只是需要工程師嗎?只是需要理科的人嗎? 其實還需要有人去做別的事情嘛 但問題他們要找,比如說其他行政類的工作啦,財務類的工作啦,或者是一些管理類工作的話 他其實不是說找一個完全不會的人,至少你要懂 也許你不了解說完完全全他們的細節怎麼做 但是至少你要有那個邏輯思維吧 OK,還有就是效率部分他們也很講究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剛寫程式工程師,軟體工程師之後 也曾經在那個足科待過一段時間 那我發現他們其實蠻注重這些的 OK,很希望說你至少啦,無論是你哪一個科系畢業的學生 至少都要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他們會認為說這個應該是你必須要了解的 所以你會發現他們即便是裡面的行政人員 也還是具備有一點點程式的基礎 所以未來如果你想要就是至少啦 你收入也不要比人家差啦 說真的你如果到一些就是收入會比較低 當然一定是到那種可能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啦 那當然薪水 那如果你希望你的待遇會比別人稍微好一點 然後你的工作環境至少會是比較OK一點的話 那可能還是需要了解 那也許今天請各位再思考 我們可能針對第一個 你們可以找到那個雲端上 還記得雲端嗎 GG.GG 後面的話就是 Digit Digit ToEdit 然後這個網址進來之後 請各位找到那個Excel 第一個連結 然後你們可以找到雲端白板 然後上個禮拜有講到那個範例是01 按照順序 那01裡面的話 那我們上禮拜練習 大概主要是從那個什麼 開放資料裡面 下載次數第二高的吧 那這邊其實有連結 那其中的話各位可以找到那個 這個頁面的第二頁 這邊有一個是中華郵政 那假如說啦 我們把那個上禮拜的程式部分 他會解說一下 因為你想說老師那一段程式怎麼寫的 那請各位第一件事 先連結到那個 下載的哪裡 這裡 就是你點這個連結 第二頁裡面這個連結 中華郵政的下載資料 然後點擊之後的話 找到這邊應該熱門下載裡面的第四個吧 OK 有沒有這個 應該是這個 裡面他有兩個連結 一個是Excel 一個是OD ODS 這個應該是 用那個一個免費的試算表 不過我們去選這個好了 你把它下載 那當然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我上禮拜有提到 第一個 先啟用編輯 OK 然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資料 原來的狀態是長這樣 理論上我們會先把第一列刪掉 因為第一列等於多餘刪掉 那我們會希望 做到的結果 就是把 可能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說 我希望 目前把它 散在一個區域 這個區域 中間加一個空白藍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也就是它有六個區塊 如果以範圍來看 六個範圍 那如果說我今天第一個要求 我是希望可以把這六個範圍 變成一個長條狀 也就是說這後面二到六 通通幫我怎麼樣 把這二到六的範圍 通通都放到這個後面來 這個 當然如果你不會的話 以前是什麼 選取有沒有 然後Ctrl C Ctrl V 然後這邊一樣 Ctrl C Ctrl V 所以你要做五個 如果假設是資料更新 你要再Ctrl C Ctrl V 可是我希望 我不要做這種 圖法煉鋼的事情 那怎麼辦 當然 我們Essal裡面 除了說 可以用 鍵盤滑鼠來做之外 其實還可以用函數 不過 以函數來看 好像似乎沒有對應的函數 而且不適合用 所以有很多地方 為什麼要學VBA 其實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還是有很多地方 內建的函數 它辦不到 它辦不到怎麼辦 那你就要變成要寫VBA的程式 所以要怎麼樣寫VBA程式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是 我把這個先放到 把它變成一個長條狀 兩個欄位的長條狀資料 第一個 第二步的話 就是說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把它變成三個欄位 那三個欄位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 這個是下載資料位置 那第一個 你要啟用具體 才有辦法寫VBA 那最後的話 我是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是像這樣子 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的第三頁的地方 我希望 它能夠最後 本來 這個是第一階段 把它一長條狀 那第二階段的話 就是 第一個欄位 就郵遞區號 第二個欄位 就限次 第三個欄位 就區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做 主要原因當然是 因為我們必須 要先做成 這個所謂的正規化 因為如果你才 才有辦法 拿這個資料來做查詢 不然如果說 你假如說 像剛剛這個資料 它散亂在 散亂在各個地方 變成一個沒有系統 沒有次序的一個資料 那沒有系統 沒有次序的資料 你就沒有辦法拿來做查詢 因為你要怎麼查 OK 所以比如說 我今天 假設突然 跳出一個資料是103 那你不可能說 我用眼睛看 然後回頭 它在台北市 這顯然不OK 所以我們 需要做兩階段的是 1跟2 那至於那個 對應的程式該怎麼寫 待會我們 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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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